《紅中玉 風水命理》 焦點視頻《紅中玉 風水命理》時間 螢光幕見到紅中玉師傅 你好 師傅 今集我們要講這個話題 其實我相信坊間大家都很想知道 亦經常談論著 因為這個人物由19年開始出現 有些人說他不准 有些人說他也不是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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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你用甚麼角度去看 但是為甚麼我們今集會呼應他所說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踏入年尾 2022年將會來臨 所以我們都希望想知道 明年究竟會不會比今年好 因為我們知道這兩年疫情影響了很多很多東西 無論在市面上 商業上 或者好像因為疫情 令到不同的地區不同國家 好像我們香港一樣都封關 暫時現在我們通關的情況 好像經常都有好消息 但是只是聽而已 指問樓梯響 今日的陸景是12月22日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說甚麼 他說那件事是印度神童 他經常都出片 經常都說 有一些預測 又說 很嚴重 未來原來這五個月 是會全球都有一個危機 其中之一件事是說到極端天氣 其實我想請教師傅 未來這個冬季 或者已經踏入了 是否真的會比往年 或者可能比未來的幾年 都會特別冷 這個問題我沾了一枝掛 掛名叫做水澤節之澤淚脆 掛象顯示 金熬洞去生水 金水會旺了 所謂金寒水冷 所以今個冬天是應該會特別冷 沒錯 所以奉勸各位讀者 即是觀眾 今個冬天 最緊要就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家裏有老人家 或者有一些長輩 而他們正在獨居 更加需要關心他們 沒錯 因為冷的天氣 都很難頂的 是的 我們先講講印度神童 他說未來這五個月內 就會在能源危機 極端天氣 經濟動蕩 電力短缺 供應鏈混亂 新冠疫情 和飢荒 這七大種類裡面 將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是的 坦白說 我們身處在香港 我們都是一個現代城市的人 這七個範疇 大家其實都知道媽媽是女人 全球 沒有可能沒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面對這件事 但是我想請教師傅 在未來的一些時間裡面 有沒有說哪三樣東西 在你的角度 你覺得其實 才是最主要 或者最嚴重的東西呢 我就以上問題 也都沾了很多枝掛 第一枝掛 是關於能源危機 掛名叫做信維蜂 更為山之順為蜂 叫做綠蔥化綠蔥 所以 而且看到一枝掛 那個材牙是化絕的 所以我覺得 是會的 這個危元危機是會發生的 而且在紫微斗數來看 在2022年 任人年 這一年 我們叫做 武曲化技 武曲就是講經濟的 所以今年的經濟出現的問題 絕對不會有什麼大的新聞 一定會發生的意思是 這個意思 好了 第二個問題 至於極端天氣這件事 我又沾了之掛 掛名叫做火雷細合之火窄愧 官僱就受衷 所以我覺得極端天氣 就不會覺得不會那麼嚴重 就是不會太嚴重 OK 極端天氣不會太嚴重 是 只是冷 不會太過極端 第三就是經濟動盪 我又知不知道掛 掛名叫做火水未濟 之火山旅 用神就受日衝 我覺得在農曆的三月和四月 在經濟方面會有事 特別是中國經濟 哦 這樣 是 應該有問題的 第四支掛就是電力短缺 掛名叫做天澤里之風澤忠夫 塞澳就不想掛 而且五火匈亡 所以電力是會短缺的 五火就是火 現在是說電力的 是 所以時間也會有問題 時間就是在農曆的二月 或者農曆的五月 特別在國內會發生機會很大 好了 第四 還有一支掛就是 至於這個供應鏈 我就掛名 掛名叫雷火風之地雷伏 雷火風是一個好掛 所以我覺得有少少混亂不會太嚴重 另外就是一至五月會不會受疫情大影響 我覺得是會有些西方國家會有些影響 因為白虎咬動 所以我覺得西方國家比較嚴重 西方國家會比較嚴重 西方國家 中國應該不會太嚴重 但是剛才我聽你所說的 但是剛才也很害怕 我聽你所說的 那個能源的危機 其實中國也會面對 會 中國也會有些問題 所以其實能源危機 這也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是 沒錯 因為影響很多東西 影響生產力 影響人命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小心 始終希望都不想見到的一些問題 是 沒錯 另一件事 疫情來說 我們香港暫時我們今天陸警的時間 就是12月22日 很多時候一些個案都是純粹從外地輸入 香港叫做清零 所以為何我們的政府 可以跟中國那邊談通關 但是這樣就住就住的情況 仍然還未通的情況之下 未來五個月香港疫情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影響通關 我覺得在短暫時期 即未來幾個月 我就覺得不是太樂觀 不是太樂觀 不是太樂觀 哦 我覺得只是紙紋樓梯響 是 我覺得就不會這麼快住 哦 OK 這樣啊 這樣有沒有說那個問題會在於什麼呢 因為 因為擠掛看到他上次都是講過的 他擠掛是講到他是兇亡的 是說兇亡的 所以我不覺得這麼快會通關 哦 起碼都要下半年的 要下半年的 那我嘗試理解你的講法 那個通關是指一個大規模的通關 是 沒錯 就是有名額那些 然後還要申請 不知道批不批那些 是呀 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說這件事 就是用一些預測都是用一些木掛的形式 對呀 沒錯 用周文王掛 是的 所以我也知道師傅有一些相關的課程推出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個影片的資訊欄裡看到的 從而如果有興趣的話 聯絡師傅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洪宗玉師傅了 OK 拜拜 拜拜